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仲 話說早前和大文六毫子有減肥比賽 本人很幸運在減肥比賽贏了 為什麼要贏呢 其實有點秘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了什麼方法贏 還有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就是 我怎樣在一個月中 由6月18日到7月18日 29.7%的體肢去到43.6% 而我的肌肉量由64.4kg去到66.7kg 而我的內臟脂肪由15.5kg到12.5kg 還有我的腰圍 108kg 108kg 118kg 還對不起 然後現在一個月後7月18日 我腰圍是多少呢 105kg 105kg 是105kg 就是我瘦了12cm 到底是怎樣做到的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 沒錯 就是雀巢新出的Optifax 一個減肥的代餐 它就是類似奶色的東西 有超級多的味道 有雲尼娜 香蕉、士多啤梨 咖啡、朱古力 不單止 如果你不喜歡甜的 還有一些鹹的 例如這個 雞湯和菜湯 當然有時候我們減肥 你會吃得很清晰那方面 身體可能不夠油分 可能你會有少許便秘的問題 不怕的 跟它一樣 有一個纖維粉 就是讓你放在一起 沖你喝 就可以幫助你派便 減肥我們要做運動 喜歡運動的時你需要增肌 增肌我們要吸收足夠的蛋白質 所以其實有一個蛋白粉 讓你加上去喝的 一般有些人就會拿來 可能在忙的時候 就拿來加一些冷水 沖完就喝 當一餐 我覺得減肥 其實你真的要健康減 而且減完不反彈 一定不會讓自己叫我 因為你餓著減肥 是超級容易反彈 所以我每餐都要吃得飽 但我們要吃得對 所以我的用法 就是我通常都是 每一餐的之前 我就會沖一杯 打一打 讓自己有一點飽肚感 一開始有點辛苦 你要習慣 OK 介紹完 我還有其中一個秘武武器 然後我還有另一個秘武武器 就是陳鮮陽的飲食飯 我們現在到達 去回一個月前 我們這個秘密減肥計劃 開始前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Hello Hello 鮮陽 你好 Hello 家聰 你好 我是不是應該叫你家聰的 可以 沖就行 沖就行 那會顯得我年紀又怎樣大 那會叫我沖東西 沖沖 好不可以叫你沖沖 可以 身形這些我們可以慢慢調整 最緊要你有決心就可以了 健康落磅其實都可以吃得好的 你最喜歡吃什麼 我最喜歡吃 不一定是腸仔的 大陸的大腸都吃 然後 大腸是我知道你 你所有腸都喜歡吃的 炸雞啊 鱔皮餃啊 我喜歡吃小朋友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的 剛才你說你喜歡吃的東西 放心 一個星期可以吃一次 那一次是可以維持多久 吃到吃維持7天 即是一個星期一次 一次是一天的 那一天我們就叫做open day 那一天我們就叫做open day 那一次一天 不如你告訴我 你最不喜歡吃的什麼 好像難說 其實除了我喜歡吃的 其他都是我不喜歡吃的東西 這麼大件事 剛才你說雞扒牛扒那些 你OK的 那些我們保留魚啊 雞啊海鮮那些都可以吃的 都好像很多東西吃 那只不過是那些丸啊 腸仔啊 那些加工的東西 我們就open day才吃 那試一下習慣一下這六天 看看是否覺得太辛苦 應該不難的 其實我也是有十幾年的減肥經驗 千斷造作 通常都會是 然後再走兩三天 放棄幾個星期 又堅持兩三天 然後又幾個星期 那我覺得你這個情況 是因為你那個後腹之肉 不得滿足 那所以呢 是很難持續下去 那所以我很希望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又吃得飽 那你晚上喜歡吃宵夜的呢 吃宵夜都有的 是你可以大膽一點的 我很喜歡吃宵夜的 是沒有興趣來的 其實我晚上都沒有什麼看 我常常是吃宵夜 那我有一件發布想和你分享的 那它就是一個健康代餐來的 它有很多的整存營養 都有二十克的蛋白質 那有時可能你肚餓啦 宵夜啊 就是頂一頂啊 那你有沒有說喜歡喝什麼味呢 有沒有香腸味啊 好 香腸味 我幫你問一下 好 但是你喜不喜歡喝奶的呢 不行的 好奶的那些不行 譬如朱古力奶那些 我可以 牛奶我不行 豆奶都可以 哦 那我建議你先試一試 朱古力味 有沒有限制 一天要喝 最多有多少 試兩次啦 最重要的是 不要依賴它啦 不要認為吃了它 就什麼都不用吃 那你有沒有信心 今次可以持續到 我們設多少個星期好呢 就一個月啦 OK 那你之前就說 只可以堅持到兩三天 今次我們就試兩三四個星期 好嗎 那我希望你身體力行 繼續感染多些身邊的人 讓大家都可以齊齊健康 這一個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事 1 2 4下 1 2 3 4 再來4下 1 2 3 4 9 9 拜拜 吃多吃 它剛剛6點多吃完沙羅 現在已經肚餓了 現在是7點多 今天特別好 我今天做不到 OK 現在 這個 晚後甜品 吃完沙羅 再製作一杯杯 不過 巧克力味太多喝了 我喝了巧克力味 這個咖啡味也不錯 但我覺得最喜歡巧克力味 我想說咖啡味是超濃的咖啡味 不過我自己不是很好咖啡 所以我吃巧克力 如果我喜歡咖啡應該挺適合你 那現在啦 大家好 現在是6月24日 給你看看 6月24日的下週啦 而今天呢 是我祈禱了很久 我的Open Day 善良跟我說 Open Day 你就可以放肆 就不會太過節制你的飲食 由於我前天期都挺節制的 所以今天我很興奮 而我今天決定了 一會兒就會去喝茶 但是喝茶之前呢 我都怕自己會太過興奮 吃太多東西 所以我決定呢 要吃一點點代餐 先頂一頂 讓你有一些飽肚感 沖了很簡單 其實我習慣自己 先加一點冷水 冷水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熱水 你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還有這個 它的纖維粉 幫助你一些牌子燒花 那它是無色無味的 其實你加到什麼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加回這裡 然後就昨天有做運動 晚點做運動 然後呢 我就加回蛋白粉 然後再炒蛋白寶 嘗嘗 知不知買廣告 少許 還有它真的不會難喝 其實某程度是好喝的 燒賣 我只有三個人 我只有三個人 三個人 不用怕了 叉燒 叉燒 盆龍子菜卷 盆龍子菜卷 OK 還有噴嚏 三個人而已 三個人 沒有噴嚏 我只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 你減我幾公斤 我減三 減到六公斤 剛好消息 善人就叫我吃得開心點 喝到的 喝皮 平時多點水 飽了 好吃 這個叉燒 OK 這不是美食節目的 是減肥的 是減肥的 這不是美食節目的 這是減肥的 是減肥的 OK 五樣照教 吃東西之前 喝一杯水 你拍一拍嗎 是 你在自拍嗎 哈哈 自己政府得多 人還怕別人 人家政府你 我也喝光 原來自拍 哈哈 我找不到一次 都在自拍 哇 喝光 OK 這麼簡單 今天開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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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七月二號 我今天就不知醒 所以現在拍兩夜 我就馬上吃早餐 吃早餐了 沒力度 OK 現在就吃飯飯了 今天就喝不住了 今天就點了 麻辣湯 但是麻辣湯 是不是完全不能吃呢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經常吃些薩菜 有時候都覺得奇怪 今天就點了這個麻辣湯 但我還是吃些健康一點點的東西 海大 耳 西蘭花 但也有些蝦滑 蝦滑 我想蝦滑應該都OK的 等一下 哈哈 哈哈 好痛 我好像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這樣的興趣也有 他可以打完脂肪 是呀 是會的 我們平常練機 可以幫你打多一點 我試試 他手放上來 好害怕 不用怕 他只是打肚子 哈哈哈哈 痛嗎? 痛嗎? 你瘋癡嗎?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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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吃中午飯了 今天又來 現在呢 今天呢 就有點口癢 就不想吃太清 不想吃菜 那吃什麼好呢? 今天只點了一份牛肋骨 其實很多汁 其實不是那麼好 不過可能運動外 會幫我燒一些汁 所以 那當然啦 一個月 對減肥來說 其實是不會有太大性 除非你肥到 好像我這樣 可能就會比較明顯 因為我本身真的太肥了 我的飲食雜糖是太過差 你知道我經常吃那些加工食物 像香腸啊 炸東西啊 各方面 是吃超級多東西 會吃宵夜啊 零食啊 各方面 所以正常人呢 其實一個月可能未必會有很大的成效 因為一個月真的很短 但是一個月 足夠建立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 以及運動習慣 但是呢 我經過這個月下來 我發現 就是個人瘦了 現在真的叫做 十多磅 那我的感想呢 其實我除了磅內瘦 有幾樣好處就是 這個人其實會精神做 甚至其實因為你飲食的關係 你沒有懂得那麼多加工食物 其實你皮膚 會比之前好一點的 然後人有精神一點 然後你的生活的規律 其實是會好 還有開頭呢 真的很難的 特別對我來說 但是大家相信我 其實你只要捱到應該兩個星期 慢慢慢慢呢 你就會開始 之前那麼辛苦 還有不需要太強迫自己 有時可能朋友生日 各方面 我覺得我減肥可不去 其實照樣去 沒事 因為減肥是一段漫長的路 我覺得最重要 你建立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 基本上我這個月裡 其實很多序幕都有去 你看到我剛才打碟 我也有去 有時一天半天 可能你放縱了 不要緊 我們長期戰爭 記住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一句瘦 兩句瘦 而你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就是這樣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各位有什麼減肥的知識 或者有些疑問 大家都可以留言交流一下 我就不太厲害 但我相信 應該都可以 有其他觀眾 或者是善良 不知道會不會見到這條影片 可能都幫忙給大家一些意見 還有 或者大家都一起進 Facebook的群組 你得我得行動組 很多朋友都在裡面 分享自己 現在減肥 他在吃的東西 其實你進去發現 其實他在吃的東西 不是那些很清淡的東西 可能有時炸雞 炸雞鼻都可以吃的 但是 都可以一起去交流一下 我覺得 可能給你一些意見 支持一下 陪陪你 其實你會減得開心一點 好嗎 最後祝大家減肥成功 身體健康 再見 拜拜 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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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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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